你最近是在KTV音樂拿下不錯的排行榜成績嗎? 那會不會覺得第一的歌傳唱會很高 但你老少都會唱? 真的非常感謝所有的歌迷朋友和喜歡我歌的朋友 我自己沒有想到可能會拿到那麼好的成績 謝謝大家 有沒有覺得為什麼 因為像跟大家唱很多男生都會喜歡唱的歌 會不會覺得你們男生特別愛唱?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跟我寫的歌的歌詞有共鳴吧 因為我自己在寫歌的時候盡量希望我的歌詞裡面是比較通俗易懂 或更像白話一點的 我覺得可能大家去KTV是想說一說話 而不是說更多的時間在特別嚴肅的再唱一首歌 我覺得可能是產生了這樣的共鳴 發片這麼久之外 你經常會看到這麼多粉絲的感覺嗎? 真的很感動 因為發片之後一直想再找機會跟所有歌迷的朋友碰面 因為可能工作的關係 一直拖到了今天 今天來了那麼多歌迷朋友 真的很謝謝他們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可愛 剛才你的粉絲看到你的舉動光是喝水就在旁邊一直喊 說好帥好帥 你聽了感覺嗎? 我聽了感覺嗎? 那我繼續保持一下這個帥度好了 去年拿那個新人獎 今天新片拿那個男演唱 哦 你說金曲的時候嗎? 對 我覺得金曲對每一個音樂人來說 可以入圍就是得獎 我覺得不管我到什麼時候 如果能夠入圍我已經很開心了 至於後面什麼想像我目前沒有想過 你像是歌手現在要被唱開了 很多歌迷人對你自己打爆給你 嗯 因為對於我是歌手的事情 從一開始就沒有想要去把它當成是一個競爭 嗯 我自己前期在準備歌曲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是歌手那個舞台 可能會把音樂改改到特別的機制 或者在編曲啊或者在key方面怎麼樣 但其實之前有很多朋友 音樂人朋友 然後跟我提過建議說 要不要把它改成很適合站在那個舞台上唱的樣子 但我其實還是 音樂人嘛不知道在堅持什麼東西 對 就是還是想站在那個舞台上 唱原汁原味的那個模特給大家聽 現在在我是歌手那個舞台上聽到的模特 應該是跟原版一模一樣的 一個音都沒有動過 對 剛剛在唱歌的時候 台上有很多歌迷都跟著一起唱 嗯 會不會覺得自己的歌其實還蠻當當上的 嗯 忽然有一下會有這種感覺 對 覺得大家都會唱 就特別開心 很開心 因為韓洪老師其實在私底下是一個特別特別可愛的一個人 我覺得可能大家有誤解他為人的本意 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可愛 而且是照顧後輩的一個前輩 我也非常高興 因為我是歌手可以跟他認識 對 這個月就是2月40號 請問你有沒有想說要做 嗯 目前可能沒辦法過了 因為單身已經有一段時間 對 之前到台北來宣傳的時候 還是希望大家把重點都放在音樂上面 所以沒有提到這件事情 對 所以是因為宣傳關係可以分手 是因為什麼關係 呃 可能是一些私人的原因吧 跟工作都有關 對 有一段時間了 去年的時候 對 是 他 是